热巴揭秘娱乐圈爆红代价,《潜规则心疼》,迪丽热巴1992年6月3日,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中国内地女演员,迪丽热巴因参演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白凤九一角》而走红,这并不是她的开片剧,在之前也拍过不少的电视,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。 前不久在录制节目时,迪丽热巴提及这两年间走红的过程时情绪特别的敏感和激动,总会担心自己又因什么事情被摆上热门搜索,她最担心的就是网友给予她的评价,在刚走红时工作人员却说让她对黑粉的恶评抱着看开的态度,当时的她不能理解工作人员所指的看开一度憋不住压力深夜痛哭,当时的热巴对这感到长得不解,她不理解娱乐圈的潜规则,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也渐渐习惯了各种关于自己无厘头的谣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